好,听不说,已知一个圆的方程式长这样,而且这个A点是在圆C的外部,那求时数K的范围,这个时数在哪里呢?就是圆方程式,这个一般式的常数项,请注意哦,给了一个二圆二次方程式,它是否代表是一个圆呢?还未必的,我们要配方才知道它的圆心在哪里,圆半径到底多大。 好,所以我们先对圆配方哦,第一步,好,去找出圆心出来哦,配方,配一次项系数的一半,对不对?先对X配方,好,再对Y配方,好,老师的习惯是这样,在配方的时候呢,先把常数项搬到右边去,刚刚我们对X配方的时候,配了一个常数项,是不是1的平方? 好,对Y配方配了多少?是不是2的平方?好,所以呢,圆心就在负12,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圆的话,圆心就在负12,半径是谁? 这个数,它是半径的平方,对不对?所以这个数一定要大于0,它才有资格画出来是实实在的一个圆,所以这里就可以限制出一个K的范围了哦,所以K呢,一定要什么,这个,这个小于5的,对不对? 好,所以这里K一定要小于5,好,这是第一个条件,它已经是一个圆之后呢,我们才有圆内,圆外,还有圆上的一个问题嘛,如果画出来根本没有图形,就没有所谓圆内,圆外啦,对不对?好,那至于这个点是否在圆的外部,我们只要看它到圆心的距离,有没有超过半径是不是就可以了,对吧? 它是半径的平方啊,超过半径就可以了,或者你直接把这个点带入圆方程式,是不是大于,大于半径的平方,就是在圆外,是不是也有这个结论的? 好,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结论哦,好,把A点带入圆方程式,好,X座标用三代,好,Y座标用一代,好,只要在圆的外部,就会大于谁? 负K加5,这样的一个常数项,好,只要点在圆外,就会有这个特性哦,好,如此一来,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K的条件啊,好,16加1会大于负K加5,你过来,所以K要大于谁?负得12,好,第一个,它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圆,第二个,点要在圆所维出范围的外面,当然它到圆心的距离要超过半径, 所以得到这个不等式哦,所以综合这两个式子,好,要取且还是货啊,当然是取且,对不对?第一个,要先围出一个圆的边界,而且第二个,点到圆心距离要超过半径,才会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哦,所以1且2,好,可以得到谁? 好,也就是说这两个范围的共同部分哦,要比5小,又要超过谁?负的12,好,所以答案呢,就在这里哦,如果你要求,你要用区间符号来写,是不是也可以? 负2跟5,好,没有边界哦,好,两边端点是空圈,就有小括号,来描述它就可以了,当然你这样写呢,是可以得到完整的分数啦,好,这一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哦 美国玩游戏团门击音疏团